昨天中央政府发行的一个样票 那个利率也是出现一个调升的迹象 所以呢暗示未来这一年 其实在短期的一个利率来讲 有一个上调的机会 加上呢我们就是看到一个通胀压力的升幅 所以两者之间我们也可以预计 未来就会有一个就是存款值未进的上调 或者是一个加息的可能 如果加息的话应该也会压抑一个资金流进 股票市场或者是一个投资市场的一个情况 当然对于内地股市还有就是港股 有一个升幅受压的情况 但是呢因为资金也是从外面过来的 我觉得就是美元这样子皮弱 还有是美国不断的向市场增扎货币供应 应该也会挫使资金流进亚洲市场 所以啊尽管就是内地有一个加息的可能 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大势的走势来讲 负面压力的影响应该会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对于港股后市也会比较乐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